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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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Soy 今天要來做我新書 Sorca的台灣菜裡面的炒米粉這道菜喔 這個菜呢其實算是我家族裡面的大菜 任何場合只要有人聚會在一起 我媽媽就會炒上一大鍋的米粉喔 米粉算是我媽媽的招牌菜之一 那要做出一個好吃的炒米粉呢 你會需要準備一些材料喔 材料的部分呢有兩個東西 會先需要你特別泡過水 一個這個是乾香菇 乾香菇泡過水之後 你才會把它切成很細的絲喔 那另外一個是蝦米 這個蝦米呢你可以整顆下去炒 或者是剁碎都沒有關係 那我們一邊呢先來處理一下 一開始要先下鍋的食材喔 我們要先將辛香料 在鍋子裡面炒到香氣都出來 那辛香料的話呢我們用的是蒜頭 還有這個是紅蔥頭 我們放在砧板上面 我會建議大家先這樣子 輕輕壓過之後 然後把它剁碎 我還把香菇一起切起來好了 那我們這邊呢 將泡過水的香菇 也把它切成絲 我自己其實沒有非常喜歡 乾香菇的味道太濃郁喔 所以其實我都會建議大家像這樣子 有沒有發現我切得特別的細碎 因為這樣子呢 它同時有它的香氣 可是你吃下去的時候 不會覺得味道太嗆鼻喔 就是那個菇味太重 那你其實要用新鮮的 或是乾燥的香菇來做 都沒有關係 我們這邊先加熱一下你的鍋子喔 要知道鍋子有沒有熱 其實就是像這樣 把手在鍋子表面不要碰到囉 呼一下的感覺 等到明顯的熱氣上來 就表示你的鍋子溫度夠囉 那我們現在鍋子已經熱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油給加進來了 炒米粉的話呢 我喜歡用這種中式炒鍋 因為這樣子我的材料 可以在很中心炒 然後我也不用用到太多的油喔 像這樣 大概淋個一兩匙 我們先將我們的辛香料 放到鍋子裡 這個聲音就是對的 你知道 炒東西下去 都要發出那種 啪啪啪啪這種聲音 那炒米粉呢 大概全程都用中火 或中大火來處理就可以囉 這邊先將你的蒜頭 還有紅蔥頭的香氣給炒出來 然後後面呢會有三個材料 我剛剛有介紹過 我們下一個材料呢 會放的呢 都是為了讓你的炒米粉 香氣更濃郁 味道更豐富喔 所以我們等一下第二階段會放的是 有乾香菇 泡過水的乾蝦米 然後還有這個是絞肉 那絞肉的話呢 它比較需要多一點點時間 在鍋子裡面炒 所以我們可以先下去喔 你看它這邊有點上色了對不對 新鮮料都變金色了 我們就把我們的絞肉給放進來 下絞肉之後啊 你可以看我的手勢 你要這樣一直把它壓平 讓它可以攤開來 均勻的跟鍋面加熱喔 它這樣才會碎開來 變成 怎麼講 它會碎碎散散的 如果你這樣子沒有去壓它的話 那它就會變成 一大頭在你的那個米粉裡喔 剪到你的絞肉 有沒有 表面都一點點變白了 就代表它都熟的差不多囉 你喜歡的話你可以炒更久 然後加多一點點油 把它煎到一點點 表面焦焦的 我覺得香氣會更棒喔 看你自己喜歡 OK 像這樣子都變色了之後呢 我們就把我們的 蝦米 還有乾香菇給放進來 我們現在先來炒這個餡料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 我們所有的食材 它都有點點上色焦黃了對不對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可以把你的 切好絲的高麗菜扔進來 我自己不太喜歡米粉裡面太多 所以這個高麗菜我是切得蠻細的 如果你喜歡還有一點點脆脆的 或者是 在嘴巴裡面還有一點質地的話 我會建議你這個高麗菜 可以切 怎麼講 稍微粗一點或是大塊一點 用剝的就好 高麗菜下鍋 簡單拌炒兩下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準備下我們的液體囉 我們今天用的這個米粉呢 我量了一下 它是大概150克左右 所以我們的高湯混得到兩倍 我們這個高湯就是用300ml 那這個高湯是怎麼來的呢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拿來泡 有蝦米啊 香菇啊 那些高湯水 我們加入米粉兩倍的香菇水 然後鍋子底部 剛剛是不是有一些焦香 湊回答的地方有沒有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到 這些 這個地方 我們在加了水之後 都可以利用液體 有沒有 這裡 用液體把那個剛剛 鍋底的這個焦香 給它刮起來 排菜在這個上面是不是沒有什麼 很fancy 或者是很厲害的名字 因為像是在做西餐啊 這個動作其實還很高級 這個動作就是做Diglass Diglass Diglass就是你鍋子裡面有焦香的時候 你會加一些液體或酒 把那個焦香刮進去 變回料理的部分 這非常的重要 大家要學起來 然後我們接下來呢 就是等到這個高湯滾了之後 把我們的米粉放進去拌炒就好啦 同時我們可以先來下一點簡單的調味料 調味料呢 最主要就是醬油跟烏醋而已 烏醋可以用白醋來取代沒有關係 醬油大概兩大匙 如果你怕太鹹的人 你可以先夾一半就好了 看所有食譜都這樣子 你不一定要一口氣夾到齊 反正最後 我們都還是可以試味道 烏醋大概一大匙就好了 然後呢我們另外也可以 適量的撒一點點的鹽巴 不用太多 加胡椒 胡椒我就會放非常多了 我覺得炒米粉 就是要跟胡椒才會對味 而且要用白胡椒喔 我們這個高湯你看 它也滾起來了對不對 那我們接下來 就可以把我們的米粉給放進去 每一家的米粉吸水量還是不一樣 一份米粉對兩份的高湯水 是我試過最容易成功的 但是有些它的比例會比較奇怪 所以建議大家米粉買回來 你還是要看一下那個包裝紙後面上面的解釋喔 米粉下去之後啊 你就像這樣 有沒有 用一隻筷子 因為如果你用炒勺 你的米粉會非常容易被你撥到爛掉喔 一開始你可能會覺得好像 液體質不太夠 我每一次煮都會這樣懷疑自己 我希望大家有自信 好不好 1比2非常的剛好 水太多的話呢 你就翻面 讓另外一邊也繼續吸進去就好囉 那你看拌到像這樣子有沒有 湯汁都已經吸進去了 你的炒米粉就好囉 做任何菜任何食譜都一樣 試吃是最重要的 那這邊這個炒米粉呢 我們要來試吃 首先是它調味夠不夠 如果它不夠鹹的話 你可以加一點醬油或是鹽巴 那如果還太硬的話呢 你就再加一點點水繼續煮喔 完美好不好 就是完美的鹹度 那我們就準備來盛盤吧 最後在擺盤的部分呢 即使是這種很傳統的 台式料理 中式料理 你其實還是可以發揮一點小巧思喔 譬如說 食物的東西啊 就盡量不要裝到太滿 你不要整個盤子裝到炸開來 絕對不會好看 讓它有一點點集中 像這個鍋子裡面有很多餡料對不對 我就會建議大家 餡料你可以放在最顯眼的地方 也就是最上面 讓你的客人看到你花多少錢 買這些珍貴的材料 如果你有時候會放一些 什麼干貝啊什麼的 絕對要擺在最上面好不好 料理沒有在跟你韜光養晦 把這些食材藏在裡面的 那在裝飾上面呢 通常就是會選一些 這道菜有用到的調味料 譬如說我們今天有用到 這個是白胡椒 我們就可以在上面 跑一點點 如果你今天想要加一點點 不管是烏醋啊 或者是香油也非常適合 那如果你手邊有一些香菜或青蔥 你也可以把它處理一下 最後放上去點綴 這一道就是今天特別 跟愛料理的朋友 分享的家常炒米粉 希望大家會喜歡 新書 水果的台灣菜已經在全台灣都賣到爆掉了好不好 所有最軟爛最廢最讚的台菜食譜都在這裡面 千萬不要錯過喔 食物是我們共同的語言 台灣菜就是我們的母語 這幾年大家都在尋找跟討論所謂的台灣味 但台灣味究竟是什麼 好像還沒有人知道真正的答案 我想應該就是因為 我們都還在尋找的道路上吧 好